Hello,大家好,我是明依哥 明依哥要邀請大家透過我們的鏡頭 我們共同來回顧2021年 我們大家一起攜手防疫 明依哥的問證服務以及建設 我們走過的點點滴滴 透過我們的足跡跟影像 我們一起大家來回顧 送給你小星星 送你花一朵 你在我生命中 太多的感動 你是我的天使 一路指引我 無論歲月變換 愛你唱唱歌 聽我說謝謝你 因為有你 溫暖了四季 謝謝你 而且有你 世界更好 那這市場是最傳統的 那邊是我們現在五谷最亮麗的 如果把它結成一個商圈的概念 區域經營的概念 我想會更漂亮 所以請市長大力支持 謝謝市長 把幸福傳遞 來 明侯幸福站 讚 五谷幸福站開辦以來 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透過社會的愛心 那我們人幸福之光的時候 好朋友大家一起來參與 希望能夠把這個溫暖 正能量散播出去 帶給大家更幸福的感受 就是這樣 謝謝你 因為有你 因為有你 溫暖了四季 謝謝你 而且有你 世界更美麗 我要謝謝你 因為有你 愛藏在心底 謝謝你 母親節快樂 聽我說謝謝你 因為有你 溫暖了四季 謝謝你 感謝有你 世界更美麗 我要謝謝你 因為有你 兩句話 第一句話 大家工作都辛苦了 尤其這段時間 防疫期間 謝謝各位弟兄 大家辛苦了 第二句話就是 工作要愉快 然後要小心安全 這個是胡鬚章的肉粽 我自己最愛吃的 冷凍的 你回來辛苦了 在裡面蒸一下馬上就可以吃 跟大家問候一下 端絕愉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一起祝福 謝謝你 感謝有你 世界更美麗 清潔隊不能到的地方 我們能夠補他們的不足 那我們到每一個社區裡面 每一個角落裡面 去幫他們做二氧化綠的消毒 希望讓這個社區大家可以安心 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在防疫期間 大家來一起共同防疫 我們希望更乾淨 更衛生 更健康 我們推出幸福餐 這個部分 謝謝我們地方上很多熱心的店家 跟我們做配合 謝謝所有我們店家的幫忙 也希望我們更多的店家 來加入我們幸福站 來為我們地方上做更多的服務 來關懷我們更多的鄉親 謝謝你 感謝有你的幸福傳遞 目前學童都沒有疫苗可以打 但是馬上要開學了 那在學校的過程中 上課過程中 可以全程戴口罩 但是用餐的時候 他就會把口罩脫下來 所以現在的防疫隔板 是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的需要 所以有一個多月權 我看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就在今天 也就是我們開學之前 把我們所有的這個防疫隔板準備好 今天送到各學校 讓孩子們在上課的時候 在用餐的時候 都有一個安全的防疫隔板 非常謝謝心態醫院 在這防疫期間 為我們做快篩戰的支持 還有我們這次的防疫 非常多的機動 中立食品和董事長 休閒國聯集團 仙玉軒的古總經理 特別來心態醫院慰問 感謝我們的醫護人員 也祝他們秋節愉快 謝謝你 感謝有你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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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聽我說謝謝你 因為有你 我們希望更多的企業 更多的在地的店家 像我們長江羊肉 今天準備了50份的 很棒的羊肉便當 然後我們的社區的鄰居 都自己掏腰包 送了50盒的口罩 我們安美姐 她拿了5000塊 請我們幫她代購蛋糕 給每一個人一條蛋糕 讓大家覺得很窩心 我覺得這就是大家一起結合 企業的愛心 民間的熱心 我們大家一起來做 謝謝你 感謝有你 世界的美麗 祝福我要 民意藝人 棒棒 棒 民歌 棒棒 棒 謝謝你 感謝有你 把幸福傳遞 謝謝你 感謝有你 世界都美麗 跟我們所有泰山的鄉親報告 今天最重要的是我們新的四好同行公司 接手我們泰山八甲這附近的社區巴士 先前那家同行公司 大家預購的儲值卡 裡面加起來的金額一百多萬 非常龐大的金額 這個部分我們現在 我請律師正在幫他們做集體訴訟 我們兩部分同行 追回大家的儲值卡 裡面的金額 我們也會在裡面跟大家做說明 你是我的天使 一路指引我 謝謝 謝謝啊 不用歲月變幻 愛你唱唱歌 這個案子呢 我們都希望他做好 走到今天來 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 終於到了這個階段 那到這個階段呢 勾勾是越來越後 有你 世界更美麗 我要謝謝你 因為有你 愛唱在心底 謝謝 那我們所有後車的民眾呢 上下車都不會淋到雨 所以靠近來 我們的雨車的長度呢 超過我們公車彎 這樣子大家在下雨天 而且這個陽道呢 會保持乾燥 好 好 好 謝謝 好像這條 五個人感謝你 沒有啦 沒有啦 真的 我守住啊 你把它解決 我是守住不要惡化 你把它解決更棒 你們都一直在不尋 而且你自己也會愛戀太多 這個沒有幾個人 你被你的拼勁幹勁 對不對 怎麼會改變啊 還是要謝謝市長 真的啦 大家一起命 我要謝謝你 因為有你 愛唱在心底 謝謝你 而且有你 大幸福傳遞 這裡原本 如果大家看先前的照片 這裡是一個荒廢的公園 整個改造了以後 各位可以看到 把它變成非常安全的 滑布車的一個場地 而且現在這都是軟墊 這是非常安全的軟墊 這是軟墊 這邊有滑布車在這裡 這有高低的起伏 愛唱在心底 謝謝你 感謝有你 大幸福傳遞 我要謝謝你 現在我帶大家看的這個位置 原本它是一個荒廢的防新道路 這裡因為沒有人進出 路燈也全部不亮 所以在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治安的死角 把它打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彩色的這個跑道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裡慢跑 可以在這裡散步 在這裡遛小孩 甚至於騎腳踏車 未來在這個跑道來回 非常的安全在這裡運動 而且未來我還在這裡辦市集 在這邊跟各位鄉親做分享 謝謝您和我一起回顧了精彩 平安健康的2021年 接下來2022年是我們的虎年 不論你叫虎虎還是叫金虎還是叫跳跳虎 要祝福大家 讓你好文 讓你健康 讓你快樂 祝福大家 2022 新年快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